Row 當然我們這地方一個一個來看 第一個就是最近使用過用Row 假設我寫在這裡再做一次 Row的話我參考 不過參考剛剛不是要算到這邊來其實很麻煩 我還是建議你乾脆 你這個Row我乾脆以A1當成基準 A1 A1 那因為列的話不管你是哪一欄 其實他只有看這個列的部分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那往下填滿 這個地方當然第一個不會我錯啦 不過你這個地方要向右就會產 這個向右會產生錯 因為他都是同一列 所以必須我要怎麼樣呢 往下 這個地方還在加上什麼呢 加上Column 那Column的加法的話呢 直接從前面點一下 這邊的話你可以找到Column的函數 那其實你當然你也可以以這個當成基準 不過還要減很多嘛 比較聰明的做法怎麼樣呢 你乾脆以什麼呢 以A當成基準好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如果你把A當成基準的話 A1好了 A1當基準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要減多少呢 因為A是1嘛 減1 第一次的話一定不要加 不要加上那個7的倍數 所以刮補之後先把它減掉 1 再乘上多少呢 乘上7 這樣答案就出來了 出來之後的話我們來試試看 這邊往下 往下填滿 往右填滿 沒錯吧 那再來喔 先做完之後有沒有 階段性的嘛 所以呢 建議各位第一個 先把弱做出來 第二個呢 第二來其實很麻煩 我還是建議你乾脆 你這個弱 我乾脆以A1當成基準 好 A1 好 A1 那因為列的話不管喔 你是哪一攬 其實他只有看這個 列的部分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往下填滿 這個地方當然第一個 不會我錯啦 不過呢 你這個地方要向右就會 這個向右會產生錯 因為它都是同一列 所以必須我要怎麼樣呢 往下 這個地方還在加上什麼呢 加上 Column 那Column Row 當然我們這地方 一個一個來看 第一個就是 最近使用過 用Row Row 假設我寫在這裡 再做一次 Row的話我參考 不過參考 剛剛不是要算到這邊來 其實很麻煩 我還是建議你乾脆 你這個Row 我乾脆以A1 當成基準 好 A1 好 A1 那因為 列的話不管喔 你是哪一攬 其實他只有看這個 列的部分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往下填滿 這個地方當然 第一個 不會我錯啦 不過呢 你這個地方要向右就會 這個向右會產生錯 因為它都是同一列 所以必須我要怎麼樣呢 往下 這個地方還在加上什麼呢 加上 Column 那Column的加法的話呢 直接從前面點一下 這邊的話 你可以找到Column的函數 那 其實喔 你當然你也可以以這個當成基準 不過還要減很多嘛 比較聰明的做法怎麼樣呢 你乾脆以什麼呢 以A1當成基準好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如果你把A1當成基準的話 A1好了 A1當基準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要減多少呢 減 因為A1是1嘛 減1 第一次的話 一定不要加 不要加上那個7的倍數 所以刮幅之後 先把它減掉1 再乘上多少呢 乘上7 這樣答案就出來了 出來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這邊往下 往下填滿 往右填滿 沒錯吧 那再來喔 先做完之後有沒有 階段性的嘛 所以呢 建議各位第一個 先把RA2做出來 第二個呢 第二階段是怎麼樣呢 第一階段先做RA2 第二階段呢 是加上什麼呢 倍數嘛 對不對 要加了倍數 那第一次一定是 不要乘上7的倍數 第三階段就是怎麼樣呢 把這個公式喔 不要把等號 等號以外的減下來 CtrlX 加上什麼呢 加上IF 所以這裡的話 IF對不對 IF 然後呢 什麼呢 A1 A1 等於True的話呢 True 如果等於True的話呢 表示有打勾對不對 就把剛剛的公式貼上去 反之的話呢 就給它0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有沒有 你就直接往下 往右 做出來了 一次就做出來了 那2 2 2有沒有打勾 2沒打勾 所以2取消掉 2打勾有沒有 那如果有打勾的話呢 自動做出來 好 那 這個是一個公式喔 再來的話呢 這邊 ag這個儲存格 還有我們加一個編號 1到6 1到6 因為我們只要選6 再利用呢 這邊呢 等一下再用Ludge 前面有講過用Ludge Ludge是怎麼樣呢 由大排到小 所以呢 什麼叫由大排到小呢 因為呢 這個範圍裡面呢 這個範圍裡面呢 有